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昨天晚上各位應該睡得怎麼樣 哎呀 輾轉難眠 老船長你怎麼知道 你在我們家裝監視器 沒有錯 美國股市啊 稀哩花啦跌了一千幾百點 我就跟你說美國這個市場 基本上是神經病瘦的 哎 老船長此話怎講 哎 通膨對不對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本來8.5 那他們升息嘛 對不對 升啊升 要把它降下來 昨天晚上要公佈之前 大家預估8.1 哎 8.5 要降到8.1 還可以接受 沒想到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好像是8.3啊 那怎樣 就要跌一千多點啊 神經病 這國家的股市根本是亂七八糟啦 啊 你們不要把美國想是很先進的國家 美國啊 他們的錢都用在武器上面 F-35 F-22 哇 好厲害 航空母艦 老百姓窮得一褲子啊 對不對 他們東西都用分期付款 他們很少在存錢的 這個國家連個高鐵都沒有 還叫先進國家 笑死人了對不對 難怪啊那個股市啊 又沒有漲跌幅限制啊 一堆散戶怎麼樣 昨天拼命砍股票 請問8.1跟8.5又怎樣 對不對 那一樣爛嘛 是不是 就算出來這個8.3嘛 不如預期嘛對不對 本來需要8.1啊 那8.1跟8.3不是一樣爛嗎 所以我就跟你講亂七八糟 那但是呢 我們這邊的投資人 昨天晚上就很難睡啊 這下怎麼辦 台子期跌400多點 對不對 看到美國股市哇跌一千兩百多點 這下騷掉啊 納斯達費半都大跌4.5% 決定了 不囉嗦 今天早上一開盤啊 就先砍股票再講 對 所以今天早上啊 老船長早就預判啊 今天早上台北股市啊 就會先來個阿呆股 各位看一下啊 這張很有用的 有沒有啊 是不是阿呆股 今天很多投資人啊 一大早就把股票砍在阿呆股 或者是說呢 很多投顧老師 今天一早就叫他的會員怎麼樣 把股票幹掉做肥料 你有參加哪一間投顧 哪一個老師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為了什麼名 你的老師 今天一早要叫你砍股票 你想不想知道 我要來告訴你 他叫你把股票砍掉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去買新的股票 他才有辦法在他的投顧節目 不管是電視或是網路哦 吹牛說 你看 這支股票今天漲是我會員的股票 砍的那一支哦 輸死的那一支哦 就不講了 老船長真的你怎麼知道 哎呀 你參加金光檔的我早就警告過你了 對不對 你也是早晚要走向歸零高之路 為了什麼名 你把你的人生交給一個騙子 是不是 有沒有被我說中 來 今天早上 你是不是收到call訊 他叫你把股票全部出清 然後他會去喊新的股票 收盤以後呢 你在網路或電視看他的節目 他的怎麼樣 會員是漲的 股票是漲的 這些輸死的 那是你家的事啊 只要你有這種遭遇的 千萬不要來找我 骨骸老船長 我不收 我說過 我不收豬腦袋會員 我要收比較聰明的會員 那個豬腦袋很難帶啊 對不對 你收他進來當會員 他跟你說 怎麼沒有天天掌聽板 怎麼沒有永遠大賺 這種貨色 我連收都懶得收啊 就讓這些豬腦袋去給怎麼樣 給這些頭顧老師騙 心甘情願嘛 願打願哀嘛 是不是 跟你講說要正派 然後怎麼樣 要安裝一個操盤系統 這樣子你的老師就沒有辦法說謊騙人 你也可以自保 你也可以一秒鐘就是股神 你不願意 對不對 那我說過 我老船長再加上王冠AI系統 兩個這樣的一個方式來保護你 來幫你賺錢 你不喜歡 對不對 像我會員今天一早就接到訊息 穩得跟什麼一樣 我就跟他們講 根本不用擔心啊 我們的股票呢 只是少賺 啊 那為什麼少賺 大賺的時候不賣呢 因為我認為它還會漲 那昨天這種 美國跌一千多點 我沒有算到 我沒有跟你講 我很厲害 我算得到 但至少說 我們會員只有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 現在變成少賺 你就不一樣哦 你可能是全部 深深的套牢套死哦 或是怎麼樣 早上你接到訊息 你的老師叫你怎麼樣 全部斷頭 全部停損出去啊 我的會員的命運跟你是不一樣的 大家要分清楚啊 就像我測標寫的一樣 這是不是你的老師啊 You're a teacher 幹什麼 解盤啊 嚇死人 怎麼說 好會解啊 有些老師有沒有 盤中跟大財 財經台連線 跟主持人一搭一唱 好會解盤哦 哇好厲害哦 他是神啊有沒有 你聽他解盤 都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你是他的會員嗎 你已經輸死了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出手 笑死人 我相信你有這種遭遇的 今天是九月份 月中了 那你不要怪誰 之前如果沒有一個 王冠AI系統來幫助你 那沒話講 對不對 早就有了 五月份就開始有了 到今天 你終於知道 你要準備去怎麼樣 工作一二三四五六年 再回來 為了什麼 你已經輸光了 玩完了 但是你放心 我跟你掛保證一件事情 對 你的老師 Your teacher 會繼續在他的節目 繼續怎麼樣 繼續解盤 繼續大轉 繼續永遠掌停板 來騙下一批的豬腦袋 你就是前面那一批啊 我也不會同情你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事情就是兩個字活該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老船長跟你講說騙子一堆你不信 對不對 不相信你叫你的老師講一次啊 看他趕快跟我一樣 今天坐在這邊說 會員只有一檔股票 目前小賺沒有套牢 沒有其他股票 一直是這樣啊 前兩天我們還是大賺的 對不對 你的老師敢這樣講的 不敢 他今天會解盤說 你看這檔股票是上漲的 大盤今天跌 我們的股票是漲的 但是早上他叫你全部停損輸死的 那一堆股票他不講 假如你有這種遭遇的話 你百分之百是跟金光檔 沒有錯 那你也不要來找我 不然到時候你說老船長 你為了做生意啊怎樣 我不會 我說過我不收豬腦袋會員 我喜歡收智商高的 正派的 喜歡開大門走正路的 不會相信天天漲停永遠大賺的 這種來參加我的會員 我很喜歡 因為這種是正常人 那種不正常人就是豬腦袋嘛 對不對 就會相信永遠大賺天天漲停 你去找別人不要來找我 因為我不可能 我絕對做不到 那個只有騙子才做得到 好不好 好 那各位記不記得 台北股市在這一天 你注意喔 台北股市在這一天的時候 我跟你怎麼講 我說雖然大漲上來 不代表台北股市翻多 昨天又漲對不對 你心裡想說應該是翻多了沒有錯 不好意思啊 剛好小弟昨天有事情沒有來錄節目 所以我昨天沒有給你看 大盤是漲怎麼樣 我現在給你看 你看清楚 來你來 這個是台北股市嘉權指數沒有錯 我們請導播照最近這邊 先到這裡 這裡是昨天對不對 這裡是昨天對不對 來對下來 嘿嘿嘿 還是黑的 還是王冠黑 所以台北股市 一二三 連續漲三天 還是在空方架構 你以為在多方架構 所以你昨天怎麼樣 你壓房子買 結果今天怎麼樣 遇到倒霉事掛掉 我們照整張 台北股市現在還在空方架構 我說過你不要猜 你每天收看我的節目 剛好昨天我重播嘛 你就怎麼樣 在那邊想 一定是翻多 對你想的都跟事實怎麼樣 不一樣 沒有那麼容易 大盤就翻多的 像這邊走了一段空頭走這麼久 這邊走了這麼長一段的多頭 現在走這一段空頭 才走幾天而已 你就不耐煩了對不對 但是我說過 就算是台北股市在空方架構 還有很多的股票 依然是在多方架構 那這些股票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你的股票 我說過 我上個禮拜有開放 請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還幫你看 照照片傳LINE給你 你自己沒打來的 那活該啦 給你免費幫你怎麼樣 用科技診斷 不是我們憑感覺 這個不行 這個行 不是喔 讓你親眼看喔 我的助理做白工 沒有收你半毛錢喔 上個禮拜我特別開放 對不對 結果你沒有來的人 你現在的股票 如果還是都在空方架構 我跟你講你完蛋了 因為台北股市好不容易爬 爬到這邊來 遇到這種倒霉事 這個空頭可能要走的時間 又更長了 那你在那邊等解套 假如你可以活到200歲 我給你掛保證 你盡量等解套 我支持你 那你活得到200歲嗎 老船長沒有人可以活到200歲 那就對了 你如果你的人生 一直靠等解套 你不要來股市了 我跟你講真的 因為你的股票 現在根本是在空頭架構 你為什麼一直抱著空頭架構的股票 而不停損 然後就換王冠剛剛紅的股票 好比說換我會員的股票 你現在只是少賺的問題 對不對 那台北股市如果明年反彈的話 我會員股票賺錢 我們可以考慮續報 也可以考慮要出 這樣子你做股票 你才有希望 而不是幾十檔股票 全部都深深套牢在那邊 隨便無所謂 也不用看了 你這種態度 市場不會理你 市場不會因為這樣 同情你 你還這樣 不會 人家連你都懶得理你 那是你個人的問題 這就叫做股票市場 導播 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投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由於我的節目時間非常寶貴 有四檔天王級的大支的股票 我直接告訴你們 台積電 聯電 富邦金 鴻海 這四檔全部都在空方架構 我講完了 你有這四檔股票的人 你早就怎麼樣 應該早就應該停損出去了 而要去買怎麼樣 把資金移到王冠宏 我相信很多人沒有這麼做 就永遠在等待 這種大型股要等到它翻成王冠宏 然後解套你賺錢 那你慢慢等吧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些股票 那這些股票我希望你都沒有 第一檔 8046 如果你家裡面桌上就有這一套 多爽 對不對 結果你沒有安裝 來8046 超級基歐股 南電 今天怎麼樣招待了 招待什麼 看一下 今天在招待半支跌停板 有沒有人買 一堆人買 法輪也全部都套死了 法輪也沒有安裝我們的系統 這支股票早就已經怎麼樣 空頭架夠 什麼時候買可以賺錢 小朋友都知道 王冠第一紅 第二紅這邊買 可以大賺 很多人在股市不信邪 不信邪你就要付出代價 第二檔 5351 這是老股票了 很多人也是套在這一支 這一支叫做 欲創 今天大跌 對不對 早就已經翻空了 5351 所以你今天 你的股票跌 你就說昨天衰小朋友 跑去買預創 不是 不是你衰小朋友 是你根本豬腦袋 為什麼 已經翻空 123456天了 你沒有安裝我們的系統 你今天就要付出代價 應該的 因為你不相信科技 你相信你自己 再來這檔股票 去年因為疫苗的關係 他公司有營收有賺錢 大家都知道 不用我講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賺錢了 大概6547 有的人自己小心一點 近期又再度翻黑 再度怎麼樣 走空頭 這個你都白賠的 你有安裝我們的系統 這個都不會去賠的 基本上這種股票就不要買 打X就對了 你參加我安裝之後 對不對 我還發coaching 哪些股票可以買 哪些股票不能買 像這種就算翻王冠宏 也不能買 誰來把關 我來幫你把關 這種雙重的情況之下 你認為你會輸錢嗎 很難 來再看這一檔 來3711 超級基歐股 有沒有用 沒有用 管你超不超級 它的名字叫怎麼樣 日月光投控 這一支股票已經翻空 三個禮拜了 還有人在買 真的受不了 老船長你不知道 這基歐股 對 套死你 什麼時候買 問你的兒子跟女兒 他會告訴你 爸爸媽媽你好笨喔 這裡買 叔叔有講 王冠一二紅去買就對了 會不會大賺會 不安裝我的系統 跑去買日月光投控 套牢的人 千萬不要來參加我的會員 我不收 因為我坐在這個地方 我每天講 很多的投資人是屬於不信邪 不信邪就要付出代價了 後面你等著看你們整個家庭 會被你給拖垮 你把你們家的錢都輸光了 你們家人要跟著怎麼樣 跟著你去喝西北風 你很自私 你都沒有考慮到你的家人 對不對 你要來股票市場操作 我說過了很歡迎 也沒有說不行 但是你要有武器 你什麼都不會 對不對 然後你參加金光黨投顧 是不是 你今天你的下場是怎麼樣 你再看看你的老師的嘴臉 他的節目裡面繼續騙 你就是當初的豬腦袋 現在他在招收新的 對吧 那我說過 你安裝王冠AI系統 一秒鐘你就是鼓神 但是你不願意 那沒關係 後面苦日子等著你 我現在都不會跟你們客氣 來4968 4968 有沒有 這個已經翻空很久 叫利基 對不對 4968 也是將近半支停板 不要告訴我什麼 哎呀我怎麼知道 我告訴你 千金可買早知道 這支股票 已經翻空十幾個交易日了 你為什麼你昨天要去買 你為什麼上個禮拜要買 這都不能買的 你昨天買的 今天大跌 你有什麼好怪的 你明明可以知道的 來看這邊啊 這都不能買啊 你怎麼可能昨天去買利基呢 你怎麼可能上個禮拜去買呢 對不對 所以我說你的桌上沒有王冠AI系統 你跟我說你在股市想要開名車住豪宅 我說你痴心妄想 你放心好了 你的老師到最後一定把你怎麼樣 榨乾 他叫你再交什麼 一筆錢幾十萬 就把你升成什麼環狀宇宙雷射會員 對不對 結果怎麼樣 你這個豬頭就繼續被宰 我跟你講 你升18級也沒有用 他們就是純騙 這樣懂了嗎 不騙你騙誰啊 是不是 再看這一檔也是很有名的 3035 很多頭顧老師都有叫 現在死不承認 叫做什麼 智原 上個禮拜已經翻空了 3035 這都招待將近半支停板 我不管你這公司是好公司還是壞公司 有沒有賺錢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安裝我的系統 今天智原的下跌跟你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完全沒有關係啊 做股票要做到這樣子 你才有機會賺大錢 你沒有安裝你怎麼知道 對老船長沒有安裝怎麼知道 來你來 2408 GPGO 超級GO股 南亞科你開什麼玩笑 南亞集團的對不對 翻空10天有了 對不對 2408 本益比幾倍 6倍 好好笑 還是要跌 還是要套 怎麼辦 你想想看 一千幾百檔股票 不管你要買哪一檔 你把王冠AI系統 你把他打開來 然後你一看 王冠黑 鳥都不要鳥都不要做不要看 你看王冠182838紅已經漲了一段了不要做 你一看王冠12紅買下去啊 對不對 老船長我安裝 可是我要上班 我沒有辦法看 沒關係 我幫你看 你安裝之後對不對 你去上班沒有關係 上班對不對 你收到我的電話 上班可以接電話吧 上班如果都不能接電話 你是什麼公司啊 你就可以離職了好不好 壓榨勞工嘛 那當然你是線上作業員 那個就沒辦法 那你接到我的電話 我告訴你說 現在買進哪一檔股票 就好像我們現在會員 所有的會員 所有資金只有壓一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是王冠第二根紅 我們買進去的 那當初我叫科興 聽到人就怎麼樣 全部重壓了嘛 你在買菜 你在上班 你在幹嘛 都沒有關係 你都沒有看盤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回到家裡 你把電腦打開一看 真的耶 王冠才第二根紅 老船長說做都是一樣 他幫我們看 幫我們叫股票 我們只要打電話給營業員 或是怎麼樣 手機下單就可以了 就昨天美國股市摔死了 今天台北股市開怎麼樣 開阿呆股 很多股票今天都大跌 對不對 我們的股票今天有沒有跌 跌一咪咪 跌連一%都不到 零點幾% 幹什麼 給大盤面值 大盤跌236點 我們跌怎麼樣 我們跌零點幾% 連一%都不到 給他一點面值 會員還是賺錢 少賺而已 那大盤一反彈 我們是不是就要賺錢了 那你的股票先等一等 因為你的股票現在在王冠黑 我們的股票還在王冠紅 我們是強勢股 你是弱勢股 資金會往弱勢股跑 還是往強勢股跑 你告訴老船長 股票市場是很殘忍的 我這股票跌很多了 跌很深了 為什麼都沒有資金來買 對不對 因為你的是弱勢股 你的股票沒有人怎麼樣 會去多看一眼的 我的股票就不一樣了 我的股票我只能夠透露你們 好不好 嘿嘿對沒有錯 就是網路通訊 因為現在什麼車用電子 你如果沒有網路通訊的話 這種題材那你一樣要跌 這樣懂嗎 因為5G時代有很多國家 它還要裝5G的設備 落後我們台灣很多 很多國家現在都還要裝 網路通訊的這一塊 還有再加上衛聯網 也要準備6G了 你說車子 我們開特斯拉的車子 電動車 這個無人駕駛什麼這一塊 都是要用到網路通訊 那手機也不用講了 所以說最大最天王級的題材 就是網路通訊 那這個我的王冠AI系統 它並不知道哪一支是網路通訊 沒有這種電腦沒這麼厲害 但我知道 所以我會去找王冠一二紅 又是網路通訊的 請我的會員怎麼樣 用力的買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老船長再加上王冠AI系統 所以你到現在 如果你的老師已經不理你了 我希望你也不要理他 有志氣一點對不對 自己做絕對都比你的老師厲害 因為他滿腦子只想要招收會員 他不會管你死活的 所以你一堆股票 他只要說現在全部出光 你就輸死了對不對 然後他買賺的股票漲的股票 今天漲的他在節目上騙說 你看我們的股票今天還是漲 你就要小心你的老師就金光檔 所以今天一定要看你的老師的節目 看看有沒有被老船長說中 他是不是金光檔 是你趕快離開他 老船長會期還沒到 你知道很多 有些投資人是神經病的 說要把會期過完 過完你就做乞丐來過完對不對 安裝一套系統 不會被任何人騙 一秒鐘你就是股神 今天是9月中的 我再一次提醒你 剩下最後一桶金安裝以後 有老船長來帶著你操作 王冠一二紅 你還有救 你還可以翻身 相信我的人拿起電話 現在撥打安裝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